如果宝宝不愿意分享,我们怎么办呢? 两岁左右的宝宝非常的不愿意分享 很多家长认为这样的行为与社会上所推崇的分享观念背道而驰 有时候不免让父母感到尴尬 父母可能会习惯性地把宝宝拒绝分享的行为理解为小气、自私 实际上这么大的宝宝与这样的行为与自私是无关的 这只是宝宝自我意思萌芽的一个表现 是好事情,是宝宝正常的表现 宝宝只有先知道什么东西是我的 知道拥有我的东西的感觉 才能真正地学会分享 而且宝宝只有知道属于我的东西 应该被保护 别人是不能侵犯的 才能真正学会不去抢别人的东西 才能换位思考 另外,需要再次强调提醒父母的是 即使我们成年人也不可能任何时候 都愿意把自己的心爱之物分享给别人 我们的父母是不是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的宝宝呢? 建议父母这样做 理解宝宝的再有欲 不要强迫宝宝分享 从交换开始学习分享 鼓励宝宝的主动分享行为 不要期望宝宝做到了一次 以后每次都可以主动分享 哎呦,我的腿也起来 老大你这是打了 哎呀,为了而光荣寿伤 那什么,这不幼儿园吗 咱俩老个人别的小朋友打架 那孩子一个人小,还打不过咱俩 这不见他爸来了 这事上升到家长了 他爸把你打了 没有,他爸来非要跟我比赛跑步 说他爸,他要是赢了呀 咱俩就不能跟他儿子打架了 必须得和好 那这不挺好吗 你让他赢就得了呗 废话,我能让他赢吗 我是那辅苏的人吗 宝宝在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时 难免会发生冲突 有的宝宝被欺负了 可能会屈服于对方 有的宝宝可能会奋起反击 这两种行为都可能导致对方进一步的攻击行为 无论如何,父母都需要认真对待宝宝所遇到的情况 我们父母可以这样地做 适当关注宝宝与同伴交往的过程 在宝宝和同伴玩耍的时候 关注宝宝与同伴的交往 以确保游戏顺利 友好的进行下去 不发生大的冲突 直接干预 对于年龄较小的宝宝 父母可以进行直接的干预 比如,制止对方的攻击行为 或者通过示范 让他们看到更为友好的处理方式 与宝宝一起讨论解决的方法 对于年龄较大的宝宝 直接的干预可能导致攻击者日后对宝宝的报复 建议与宝宝一起讨论攻击行为背后可能的动机 讨论各种可能的做法的好处和缺点 预言应该怎么说和怎么做 相信我们父母都是社交高手和社交达人 那么你的孩子也一定会是 相信你的宝宝 我们的宝宝有慢热有快热 对于我们慢热的宝宝 我们就慢慢来就好了 那么在我们不断地和宝宝的交流的过程中 相信宝宝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社交达人的 其实社交场合不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侃侃而谈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方式各有特点 那么才形成了一种社交的氛围